张华县卫生局4日在信义国中小学 举办健康校园体势能 教职员工健康购活动 县长王惠美与卫生局长叶燕博 正式宣示校园体势能检测开跑 所以我们在这部队里面一直到12月 最后有要做31顶的体势能检测 预计有至少1000人以上来参加 就是希望透过体势呢 我们自己来检测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特别是我们25岁以上就开始每年 一趟一趟在做相关的衰退 希望透过体势呢检测后我们来做家庭 让我们永保青春体能呢 都能够持续在巅峰 让我们远离三高身体更健康 那因为平常你假如在上班族 不知不觉久坐之后没有动 其实你很多体性能包括柔软度 肌力 这些的心肺功能都已经开始退化而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做检测才会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体势能列车 开到这个学校来 有做了登阶心肺有氧柔软度 还有你的肌力 看看说体能状况现在是维持的怎么样 如果不好的话一定要加紧练习 健康校园体势能检测服务 涵盖全县26个乡镇 规划在31所国中小学校进行 包括肌力 心肺耐力及柔软度检测 预估服务人数可达1000人 不仅能清楚掌握自身体能状况 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 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公益频道张华云张华采访报导 三匹 групп子 之后